早安 昨天晚上过到来的时候 外面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现在看出去还挺漂亮的 这里是酒店的范围 然后走出去外面 这里有一家Leader Price 应该是一个超市 走吧 去看看酒店的早餐 酒店的环境还是挺漂亮的 还有一个游泳池呢 好大朵的花 现在在酒店的外面 我们准备出去了 酒店呢 是被墙壁包围着 本地的水果 马达加斯加的巧克力 我们特地过来这里买水 然后这里还挺多酒的 我还找到 马达加斯坎的Cocoa 它的巧克力 包装还挺好看的 还有意大利面 快熟面 可能我们到来的这一间呢 也是一个比较 outmarket的超市 它价钱其实不便宜 看看Kivi的价钱 我刚刚安排了一个city tour 所以有一个司机家导游 会带我们游玩 马达加斯加的city 哇 现在好期待 刚刚从它的超市回来 这里的东西呢 尤其是import的很贵 好像grapefruit 一粒的话 要三块半 英镑 然后Kivi呢 更夸张 超到五英镑 一粒 刚刚就跟receptionist聊天嘛 他就说呢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 工资很低 但是货物的价钱呢 太贵了 他们通常不会去 超级市场shopping 他们都是去local market 我刚刚去超市 买了一些水 零食 然后现在有更嚣张的了 在马达加斯加 尤其是首都这里 它的tips的文化 好像挺盛行的 好像昨天飞机场 它直接手就伸过来 跟你要小飞 这个时候就要赶紧走开了 因为一旦有一个人 手伸过来呢 它旁边就会 很多的人涌过来 从这里看出去 可以看到一个mos 我觉得最fascinating的是 远处 山坡上面的建筑物 还有房子 看过去都很特别 很别致 等一下我会问导游 希望他可以带我们 上去那里撞一圈 因为灯高望远嘛 从上面往下看呢 应该会非常的好看 好了太期待了 我订的是一点钟 然后会有导游 带我们到city center那里看看 因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一个本地人 带着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好 要出门之前呢 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 第一件 Sunblock 第二件 Moskito repellent 而且来到马达加斯卡呢 他们推荐就是tropical formula的 因为要对付这里的蚊子 tropical的比较有效 好 喷完之后就要出门啦 我们出发啦 现在前往city center 我们还经过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本地市集 很多的小贩在那里都收着不一样的物品 从食物 纪念品 鞋子 衣服 蔬菜水果 这些各式各样 在那个市集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我们就决定不下去走了 我们就坐着车 经过 我们来到了第一个景点 这里有一个 也算不算360度 但是挺好看的一个观景台 湖 可以看到 就在城市的正中央 后面那一栋建筑写着 Musephoto Madagascar 曾经的皇宫现在正在维修 所以我们不能进去 这里有一个view point 就从这里进去 就从这里进去 我们现在沿着 Palace在走 这个地方呢 曾经是马达加斯加的老城 它的发源地 看看这里的景观 正中央的湖 是Artificial Lake 总统府也在这里 就在湖的旁边 看到一只变色龙 进不到去 关门了 现在站在整个城市的最高点 它的Palace 它是Tanana Rivo 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它是变色龙 本地的市集 这里的沟也非常多 就一层又一层的建筑结构 供应自来水的一个地方 本地的小档口就长这样 在这一带还挺多古迹的 曾经是总统府 现在是一个Museum 要进去的话 十七千 我们来到了它的动物园 还有植物园 门票呢 本地人只要一千 阿里阿里 外地人呢 二十倍 二十千 红雀 有一只绵羊 好大只的红雀 到来的本地人特别多 游客应该就只有我们几个吧 然后在这里撞一圈 这里有非洲的植物 可以看到都是官秃秃的 范围还挺大的 老鹰 好大只 说实话可以看的东西不多 我们有看到几只 Limus 有一只很大只的鳄鱼 鸟 鸟 鸭子 孔雀 就差不多了 我们在园区只是转了差不多 30分钟 现在出回去了 Lake Anosy 它这一条路关了 所以进不到去 人造湖 位于市中心的湖 刚刚回到了酒店 这里还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参观的山顶 Palace 呢 就在这个方向 其实在Center那里呢 非常的chaotic 车多 人多 然后交通很混乱 这里如果他看到你是游客 他们开头的那个价钱 都是高的不得了 跟Local的Standard差了一大截 就好像我们的Taxi加导游 其实也不算导游 因为他只会法文 所以我们问问题呢 他也答不到 他只是 充当一个司机的角色 带我们去到不一样的景点 我们就付了170千 还有我们去到Palace的时候呢 就有导游自己冲了上来嘛 到最后他说每个人要给他20千 对Local Standard来说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价钱了 明天又会乘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次呢 我们去到香草的故乡 在那里的大自然呢 肯定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体验也会非常的不一样 好好好 赶紧冲个凉 吃个晚餐 还要收拾一下行李 然后就早早的休息了 因为晚上呢 其实在Matakaska也不建议出去 所以我也没有计划要出去溜达 今天就好好的留在hotel这里休息 今天的最后一项活动 走 出去吃晚餐 包包去 这里还有一个酒吧 然后刚才我们就在那里餐厅用餐 刚刚吃了马达加斯加的 Zibu 还有马达加斯加的酒 其实也挺好喝的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比较了 到底atm比较值得 还是去exchange counter那里换钱比较值得 我们有了一个答案 atm 因为它的手续费便宜的非常多 所以去atm那里用你的卡拿钱 会划算的多 房间还挺暗的 所以要特地找这个地方 这个关打过来还不错 今天这一趟马达加斯加首都之旅呢 它的首都也叫做 antanarivo 我觉得是mixed feeling 我今天看到了很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去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 我们去了palace 它的皇宫 因为皇宫正在进行专修嘛 所以我们进不到去 我们一抵达那里就有个导游 他冲过来 然后就开始讲解 就领着我们绕着palace的周围 转了一圈 然后第二站就去到botanico 还有zoo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不需要去 游客需要付的入门票呢 是本地人的20倍 而且里面没有什么动物可以看 就算看到limus呢 也非常的不清楚 因为它整个网已经把它架起来 然后你从网呢 那里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这些动物 然后第三站 我们就去到了市中心的人造湖 它也是capital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抵达之后拍照打卡就是这样 而且它没有好好的去维修 以及保护它这些历史的建筑物 还有它的景点 所以看起来呢 没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你就到了那里看了一眼就觉得 啊 就这样 我们的最后一站就去到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地方 啊对了 我买了 让你看看 它是一个马达加斯卡的地图 然后整个呢 是木制的 但是购物的体验不是太好 你经过每一个档口呢 它们都拉着你进去它的店 而且它们开出的价钱呢 都是高得离谱 你对半简呢 还是贵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到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比较提防 还是要比较小心的 整个体验呢 我就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 其实它很大一部分的人民呢 还是比较贫困的 尤其是看到那些小孩子 他们就追着你拉着你的一脚 就是你转过头看着它的那颗 还是挺心酸的 好吧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 今天是我在马达加斯卡的第二天 所以就已经探索了它的首都 明天我们又要乘搭飞机 离开这个地方 飞往比较北部的马达加斯加 我们在那里再见